就像马云一样 艾伦马斯克就问马云 马云在哪呢 全世界问马云在哪呢 经常就有人问我 包括头两天 华盛顿来的哥们 很认真问我一句 马云 马云 怎么这么惨呢 我说他怎么惨了 听说全家真的被绑架了 高盛的某某人 当面给他说 他说你知道这个 马云有多牛吗 他说全世界 他说我作为马云的partner 我都不知道马云什么下场 竟然在两三年前 马云已经失去自由了 马云的公司没了 他说是真的呀 马云全家 都是被押成肉票了 说家里人使用的手机 都是共产党安全部配的 他说马云到西班牙去 坐着他自己的ZEN ZEN的ZEN 上亿欧元的游艇的时候 他说我觉得 马云是扯淡的 这不马云好好的吗 他说马云还见我呢 旁边有很多人是不错 他都很友好啊 后来他说当时我就觉得 马云是撒谎的 胡扯的 胡编的 马云好好的 那我还问马云 麦克斯给我说什么 他说马云摇摇头 这是造谣 结果这个小子 后来是到了北京 正是有人叫阿里巴巴 正是董事会说 你这个职务被免了 最后他说我要见马云 结果新出任的一个 他根本记不住名的董事 告诉他你还要见马云 你想见马云 你要想明白了 你的补偿金 你要敢出去讲马云任何事情 你这钱就没了 别以为你是什么前高盛什么官员 你连个屁都不是 马云就没自由了 马云犯下了 杀十次脑袋都拉不倒的罪 非法经营 扰乱国家金融秩序 内外勾结 影响国家安全 银行外经营的资产 打几十万亿人民币 像你们这帮人都给你留面子 不给你们留面子 你们将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这哥们傻个糗的了 逃命而归 见了华盛顿这哥们说 原来Miles哥说的都是对的 我们不想让证明任何事情 谁说我们是对的 管屁用啊 不管一杯水喝对吧 但是这就跟这个调查法案有关系了 马云在海外的前有多少替这些人是当白手牌的 昨天飞飞秀大家看了吗 就在飞飞秀直播当中 一个月前 飞飞秀和火来小铁 报了张松桥 还有我们的山姆 山姆哥兄弟 报了张松桥在英国的 当年沙特皇帝的一套房子 几亿英镑 那绝对是姚庆的房子 报完以后姚庆现在要卖了 是吧 那美国未来的调查当中 那个房子你卖了 谁买了 钱去哪了 当年买到底是为了谁 张松桥还是徐家印 是吧 还是什么重庆李嘉诚 一个你也跑不了 非收拾你不行 大家记住张松桥 已经是美国多年的目标 这个已经 一个月前 你看飞飞秀 你以为玩的 你以为玩的兄弟姐妹们 这些事都将在美国未来的 调查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官 及体制内 包括国有企业 在西方所有藏匿的资产 最后证明我们新中国联邦 说的都是对的 而且中国人民最后是 一定会选择出来一个 行动推翻中国共产党 也会选定一个代表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一个组织 我相信只有新中国联邦 帮助中国人把中国财产拿回去 所以说这个事很大 说白了 美国立法 就是证明咱们的伟大和正确 证明我们的情报能力 对吧 感谢观看